大家好,我是宣問喜,歡迎收看三分鐘視頻 今天點題三一字,反轉炒 講講情況,今天港股都是牛猴皮皮的 高開之後,曾經再次無限接近兩萬八千點 不過又一次就破不了,又回落 最後全日都算是升幅,未至於跌,曾經跌過 最後全日升70點,收27871點 成交不錯,934億 今天市能夠做好,跟落後股表現不錯 其中中國移動十分帥氣,升2.4% 中聯通也不錯,也有3%進漲,更加強勁 加上內銀股都有進漲,令市衝上一度再次挑戰兩萬八 不過之前這些強勢股,有幫以致平保 今天腳軟軟,令市沒辦法保持比較大的升幅 即是升到70點左右 整個市形勢,跟昨天相差無幾 在兩萬八千點,至二百十天線之間 上上落落,暫時未有明顯方向 原因可能跟消息面很淡分層 加上下星期已經放假,放兩日假 交易日減少,以至下星期是12月底 期指結算,加上季節或年節迫近 可能大家都不太想動 所謂消息有好有淡分層,在好方面 就是外圍,外圍認識是比較好的 所知的是,無論是股債匯都顯示 市場的風險位納,其實仍然是偏好的方面 這個當然對香港股票,以至新領市場股票 都是一個偏好的現象 匯方面見到,這就是美匯指數大家見到 下降軌仍然很明顯,換言之 美元仍然是比較弱勢 即使這幾天都低距大一點 但遠遠都未能扭轉之前的跌勢 經常都說,美元弱,當然是對資金流向 有利於新領市場,這就是匯方面 至於再一方面,美國十年期債券支息 已經去到1.94厘,又再次升近兩厘水平 債息上升,亦顯示資金沒有湧入債券市場 尋求避險,所以債息掉頭上升 因為債息和債價是反轉走的 債價升,債息就下跌 現在反過來,債息升,就是債價跌 支持大家 對債券興趣,債券資金被難鎖 這個安全資產的債券是減低了 加上見到股市更加明顯 這就是標普500指數 昨日節目提到,有四個關鍵位給大家留意 如果穿了,可能會有點頭痕 結果就沒有穿了 無論是我昨日節目提到的6800內房 以至這隻標普500指數的重要關鍵位 都是保持得好 其中標普500更加在破頂 顯示,好像年尾都不肯沽貨 風險位納仍偏強 其中的原因,大家覺得,好像今年年尾發生的事 令很多基金投資者或機構投資者 都出乎他們的意料 特別是說,中美貿談判 大家開始以為不太多點檔 誰知道,最後就談得好 令大家措手不及 所以不肯,醫衛不肯我們回肚 反而部署承著這個勢 因為明年再來過,特別是明年第一季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有些人大行就預言,所謂的Melt Up 即是融帳,即是上升 即是升得很厲害 這樣的情況之下 令到美股,最近就一直在高位 雖然增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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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落上落,然後又反而升 就是這樣的原因 在眾多因素支持之下 令到整個港股的外圍氣氛 就比較好 只不過呢 看到了 就是這個上升指數 就見到高位之後 大概是3050左右 就不太升了 那3050左右 就是要頭肩底的項線 試一試,在這裡看到 試一試之後,回軟連續 幾天就調整了 上升指數調整 對港股來說是一個不太有利的狀況 有好因素 有淡因素的情況之下 以致港股 連續多日 想上破28,000 都不能成功 甚至前浪頂的阻力 都不能夠 破了之後 站不到在上面 連續的一次也是 都破過 但也收不到在上面 28,000 更加未能夠破 所以這樣的情況之下 在下個星期 可能是大致為止的情況 就是恆生指數 就是在28,000 至250天線之間 大概2750之間 增持 在形勢之下 個別股份反而 會有些不同的表現 就是翻點題之下 有些反轉炒的狀況 什麼叫反轉炒呢 就是之前強勢的股份 最近就是弱弱的 反之下落後股份 就掉頭髮來 其實我這個星期 初做節目也提過了 其實華爾街在那邊 就開始吹落後股 或者是升幅比較少的股份 有機會衝上來 見到香港這邊 都是有這樣的情況 剛才提到的 中移動就是典型例子 中移動有不少股民都說 它是藍燈籠 藍燈籠的意思 升到它的時候 通常市場都差不多 今天它升2.4% 威水 跑贏大市 會不會再演藍燈籠的本息呢 看起來 初步就看到阻力了 因為這個就看到了 綠色線就是整個密集區的底部 大致是 今天試一試 穿一穿一穿 一百天線就在高位稍微回軟 顯示 這個密集頂是有點阻力 起碼是回吐 所以令到股價回軟 所以今天就出現反轉炒情況 上有幫那些回軟 中國移動 強勢股回軟 有幫 以致平保 強勢股也有一些回軟 連續幾天回軟 反而落後股 連續幾天就扯上去 包括中國移動 但我預期到下星期 可能又反轉炒 下星期反轉炒是甚麼呢 可能又反轉炒 而一些 比較強勢股份 最近回落不少了 可能下星期又成為投資者級納的對象 為甚麼會這樣預期呢 你看回領展 領展是早前很強勢股份 但近來 好幾個月了 其實都一直很弱勢 但見到呢 他考驗到昨天了 再次呢 這個呢 就前浪底的支持 大約7.8元左右 今天就彈回頭了 當然你可以解釋 他最新 就買入了澳洲資產 匯報仍是OK的 也有接近四厘 好像對盈利前景有利 從而解釋上升 但也可以反過來解釋 是不是技術走勢方面 跌到那麼上 支持呢 就會有資金吸納 領展是這樣的情況 你看到 友邦也是接近支持位的 這個上升軌 接近 200天線 都是很接近的 友邦200天線是78.6元 今天只差1元左右 下星期可能逼近200天線 就有資金吸納 博去反彈 就出現所謂反轉炒 平保 平保也是接近支持的 平保支持 100天線 就是91.4元 今天只差幾毫子 就算200天線 也不是差很遠 90元 7毫子 所以大家留意著 這兩隻可能下星期 就反轉炒 成為投資者 接近短線 玩幾天的對象 時間關係 今天分析 就大致這麼多 多謝大家